Hello 大家好 我是麻油 歡迎來到星期四的影片 現在我們很準時的 每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影片 所以大家記得要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準時收看新影片 這件事我覺得很多品牌都有推出的 但我覺得大家對它們的了解不夠 所以對它們的愛都給的不夠多的產品 就是 Liquid Blush 沒錯 就是液體狀的胭脂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液體狀的胭脂 除了液體狀之外 有cream base 也有powder base 其實Liquid Blush 我覺得在這三種不同的質地是最少人說的 但其實Liquid Blush是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我是想在這裡分享給大家知道的 如果你想知道Liquid Blush有什麼玩法 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個要教你的 就是如何將一個腮紅 可以變成一個有亮點的腮紅 首先你需要一個Liquid Blush 和一個Liquid Highlighter OK? 其實用的量是用 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嗎? 一滴就可以了 那再用一點Liquid Highlighter 混合上去 大家看到只要混合這兩樣東西在一起 然後再用一個blush 這樣混合它 混合它 混合它 哇 已經很漂亮 然後再放在面上 接近一點給大家看 只要大家這樣塗的時候 你們的胭脂就會有一種發光的效果 有一種反光的感覺融為在胭脂上面 漂亮嗎? 這個做法也很適合在日光的時候用的 即是可能不想太濃妝的話 其實這個效果可以有一種發光的感覺 但又不會感覺上太heavy 另外一邊我就會試給大家看 普通的blush用了的效果是怎樣的 那其實這一支是我自己很喜歡用的一支 Liquid Blush 那它是NARS的Luster 顏色 它有一點珊瑚顏色的 橙橙的感覺的一個胭脂 那我平時用的時候 都是兩滴而已 真的好少好少好少 然後只要塗這個素 直接上去 那這邊就是沒有用閃粉highlighter 這邊就是有用閃粉highlighter 大家看到一個分別嗎? 這邊的感覺是比較glowy 光澤感多一點 這邊就是比較啞色少少的 血色的感覺 現在我兩邊臉都用完了 你是不是在想我第三招怎樣用呢? 哈哈 我要告訴你 其實Liquid Blush 都可以成為你的 Under Eye Color Corrector 那我現在教大家吧 我現在就會用到 Glossier的Cloud Paint 為什麼我不用這支NARS呢? 因為這支NARS的Luster 裡面有帶少少少金的shimmer 在裡面的 那如果做Under Eye Corrector 就不太適合了 但是呢 因為Glossier這個 是Matte色來的 所以我就想用這個 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我呢 現在的眼袋其實是 還沒塗concealer的 那呢 我要教大家呢 就是塗一點點 Liquid的blush 然後上在你的眼底 在這裡 你上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現在有點紅紅的感覺 其實呢 就是用這個粉紅色的Tone 去平衡紫和藍的眼袋 所以你上完這個顏色之後呢 現在再用一點concealer 上一些遮瑕膏 在表面上面 在表面上 嘩 差很遠喔 大家看到嗎 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你的眼 除了遮了黑眼圈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種提亮了的感覺 因為呢 你最底層的黑眼圈的顏色呢 已經被這個blush的顏色 去蓋上遮瑕膏的時候呢 你的眼袋 就會比較豐滿的感覺 還有呢 就會有提亮的感覺 看到分別嗎 是不是很實用呢 你用一支product 就可以有三個不同的玩法 所以其實liquid blush呢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呢 有機會呢 用liquid blush的話 都可以試試我這幾個做法啦 因為呢 都真的挺實用的 看看我的眼袋 有眼袋 沒有眼袋 有眼袋 沒有眼袋 我就是知道 因為很多觀眾呢 都沒有買太多太多的化妝品來玩 所以呢 我才會想到 想做這個一物多用的系列 教大家怎樣用一個product 都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 唉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啦 還有記得呢 要subscribe那個channel 要不然呢 你不subscribe呢 你是不會知道這些trick的 OK 好啦 記得subscribe那個channel 還有開個鈴鐺 同一時間呢 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呢 下條片逢星期二同四見啦 OK 拜拜 我們拍照用這樣 會不會太誇張了 有沒有feel 來到衛肥生物的場合 螢光飛眸